睽違九年今年国庆烟火确定在台中来举办 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表示感谢中央的善意 台中会全力以赴与中央来携手合作 现看后预计将在五期渔港来举办 恭喜台中市民可以现场参与 希望大家看见台中的幸福蜕变 一同感受幸福宜居城市的优势亮点以及魅力 璀璨烟火在夜空中绽放 一同还庆国家生日庆典 今年台中市的民众不用在舟车老顿跑到外线市 因为内政部宣布今年的国庆烟火拍板定案将在台中举办 也是睽違九年后国庆烟火再度重返台中 内政部跟台中市政府同步发布新闻稿 确定今年双十烟火国庆烟火在台中 那这是我们两边之前的磋商跟确定的工作 所以约定好双方今天上午十点钟 那各发各的新闻稿 那已经表示确定今年双十国庆的烟火在台中 市长卢秀恩表示 国庆烟火曾在2002年以及2014年时在台中市释放 当时台中市政府团队非常用心规划 丰富的系列活动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再度举办相信可以带给全体民众全新的感受精彩可期 那由于台中市已经有举办的经验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相信今年一定能够举办成功 那第三点跟大家报告 今年举办的地点 那双方已经会刊过 已经会刊过 就是在无期 那因为国庆烟火的释放 它本身的规模非常的宏大 那所以在台中市29个区里面去探刊 那去这个会刊 那最后责定 双方责定就是在无期 卢市长强调 由于国庆烟火规模相当庞大 中央地方在29区会刊后 最后地点选在无期渔港 市府将与中央攜手合作 把国庆烟火办好 介阳中环台中超报道